大家好,我是咪咪 我是咪媽 今天我們要講的故事是神奇行李箱 神奇行李箱獻給 瑪麗蓮、拉菲爾和路希爾 以及遠走他鄉去開創新生活的人 什麼叫遠走家鄉 遠走他鄉就是到別的城市去 然後過另外一個全新的生活 就離開自己原本的地方這樣子 神奇行李箱 文徒、克里斯、內勒、巴列斯特羅斯 亦、柯倩華 柯倩華好像翻譯過蠻多童書的耶 經常念到他 有一天一隻奇怪的動物來到這裡 他看起來灰頭土臉 疲倦、悲傷 還一副飽受驚嚇的樣子 他拖著一個大大的行李箱 嗨,你好 你的行李箱裡面有什麼 我的行李箱 嗯,有一個茶杯 一個茶杯 這麼大一個行李箱 裝一個小茶杯 是啊,你說的是 是啊,你說的是 不過,裡面還有一張桌子 可以放茶杯 還有一把木頭椅子 讓我坐下來休息 你的行李箱 那是我的家 小木在山坡上 周圍有樹林 天氣晴朗的時候 還能看見海 全都在這裡 在我的行李箱裡 不過,我很抱歉 我實在很累很累了 我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 走了很久很久的路 我需要休息一下 好奇怪的傢伙 我從沒見過像他這樣的動物 我也沒有 不過,無論如何 就讓他好好睡覺吧 哼,我不信任他 我們怎麼知道 他講的是不是真話 哼,只有一個辦法可以知道 快給我一塊大石頭 快給我一塊大石頭 我們來敲開這個行李箱 看看裡面到底有什麼 可能 可能只好這樣了 我們需要知道真相 路可以 這不是我們的東西 很快的 行李箱被打開了 你們看吧 只有一個破茶杯 和一張舊照片 他說謊騙我們 不過,他的確說有一個茶杯 沒錯 現在連行李箱也破了 他會怎麼看我們 這隻奇怪的動物 睡得很沉 一直在做夢 夢到逃跑 躲躲藏藏 夢到爬過一座又一座山 又游過深不可測的大海 他也夢到了他的行李箱 和裡面他所有的一切 終於 他醒來了 他簡直不能相信那些動物 做了什麼 等等 讓我仔細看應該是這個杯子 這是原本的樣子嗎 他怎麼了 被補好了 被補好了 哇哦 他們幫他補好他的破茶杯啊 可是他說也不行 啊 對不起 我們弄壞你的行李箱 我們盡力全力修 盡了全力修補他 這你睡覺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趕工 我們希望你會喜歡 啊 謝謝你們 這 太完美了 只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會是什麼問題呢 我們需要多幾個茶杯 這是他舊照片 以及新的照片 你覺得 你喜歡哪一張照片呢 為什麼 沒有 很多人 很多人得到了新的友情 是這樣嗎 所以這植物到底是什麼 那所以這植物到底是什麼 他並沒有指特地一個一個動物 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對於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要如何去面對他們這樣子 今天的故事就說到這裡囉 對 今天的故事講完囉 拜拜 下次再見囉 希望你們喜歡 神奇行李箱 對 拜拜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 米米與米媽的不可探險 歡迎訂閱 按讚 並開啟小鈴鐺